大家好,我是文睿,最近这两天啊,在中国国内把很多人这个抵制的一些服装品牌这个事呢,成为了一个焦点啊,很多人在关注,到现在吧,也有很多人在关心这个事情啊,然后呢,有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些分析吧,就是在分析这个中国政府的意图啊,包括产生那些影响等等,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它的原因吧,很简单,这是我的分析啊,仅供大家参考 就是什么呢,面对欧洲出台的这些制裁措施呢,就是习近平这个很生气,对吧,习近平觉得自己的这个一尊的尊严受到了触犯,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开心,所以他就要通过一个渠道来释放自己内心的这种愤怒 然后呢,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出这个闹剧,对吧,不论这共青团中央他是怎么想的,有可能他是在习近平的受益之下做的,或者是他自己主动看到了习近平的这种心理 他想要让习近平高兴这么做,反正这个事情最后吧,他就是以这个会议闹剧收场 最后的话,就是整个中国政府也好,包括跟着做的这些中国老百姓也好,得不到什么好处 反而我们看到了会让更多国家的更多的民众也好,政府也好,讨厌中国这个体制 对吧,然后一点一点我们看到了形成一种合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这样吧,所以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吧,他很符合这个习近平的这种思路 很符合习近平他做事的这种方式,这就是我的分析了 那么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又看到了,看到了一个点 就是什么呢,李克强他又表现出了不同的状态 昨天26号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李克强他到了这个,他不去江苏了吗 然后他到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一个中德合资的公司 叫巴斯夫化工厂,他的英文名字叫BASF 大家看一下,这个公司呢,他中德合资挂一个德国 是欧洲的公司,然后呢,这个公司他有什么特点呢 他是给这个耐克和阿基达斯这些品牌提供这个化工原料的公司 大家看到了吧 所以这个事情你看,他就有可以分析的这个内容了 李克强在去这公司之前,他能不知道吗 他能不知道当下环境的这种敏感性吗 对不对,他能不知道这个公司跟欧洲跟耐克跟阿基达斯的这种关系吗 当然了,就算他不知道,他手下还有很多人呢 有那么多秘书,有秘书啊,还有什么参谋 他们应该知道,是不是 他们能不告李克强吗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李克强他在非常明确当下的这个环境的情况下 明确这个公司的背景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去了这个公司 那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他就是表现出,他对当下这个事情的不满 或者是对习近平的这种做法的不赞同 当然了,我这么说 很多人就说,文瑞你就别这么牵强的分析了 这个事情可能人家就定好了 就有这么个行程的,对不对 正好就赶上了 这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 你就不要过度解读了 我跟大家讲,这不是偶然的事件 咱今天不是他到国外去访问 就在国内他的行程加或者捡他很随意 对吧,那么大干了不一张嘴 这我不去了 就算以前订好了又能怎么样 是不是 而且还有一个点大家要注意 就是什么呢 他去了这家公司 这个事情在中国国内的媒体 比如像央视,基本就没有报道 没有看到 即便是在李克强可以一定程度控制的中国政府网 反正我找了没找到 只是说他去了江苏 也没有这个信息 这个就足以说明有问题了 也就是说很多媒体 他们也在想这个事报还是不报 德国还是给耐克和阿扎斯提供原料的这种公司 报还是不报 李克强就算了,不报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事不就让我想起什么呢 在去年就是南方不是发辣水吗 当时这个安徽的水已经退了 退了很久了 然后习近平到了安徽了 对吧 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里面 然后和一些人在那说话 穿的也是干干净净的 就在这个同时 对吧 然后重庆下雨了 李克强很快就飞到重庆 在一个阴天里面穿着一个靴子 靴子上都很泥泞的那个情况之下 也拍了些照片 就是和习近平 形成了非常鲜明的这种对照 当然这个照片当时 登在了这个中国政府网里面 但是像央视啊 很多其他的这个报纸 就全都没有全都没有博报 就完全就是好像这个事没有发生一样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些事情你能说是偶然的吗 李克强他就是可以为之 我觉得 那这里面原因在 原因是什么呢 咱们就是说可以仔细来分析一下 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很重要的原因 最近这两天我才品出味道来 这是我的想法 仅供大家参考 就是什么呢 这个李克强在打心眼里面 他是看不上 他是瞧不起这个习近平的 李克强他觉得他自己是有文化的人 我是有水准有知识的人 他觉得习近平没文化 习近平做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 他觉得都太可笑了 太愚蠢了 怎么说呢 但我这么讲也不是说 就是说没文化怎么怎么样 就是很多没有文化的人 也是很值得尊敬的 比如说人家能够公开的承认 对吧 很真诚的去承认自己是没有文化的 然后像有文化的人 像一些老师去求教学习 这都是很好的 这是值得人尊敬的 但是呢 问题在哪 就怕你身边吧 你自己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 但你身边有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呢 他老是装出一副自己很有文化的样子 然后总是要这个引经据点 总是要说一些什么高大上的这个诗词歌赋之类的 这就让你很难受了 是不是 他明明知道他自己没有文化 他要总在你面前装很有文化 还得让你承认他有文化 然后呢 他还得在开会的时候呢 当着你面去高谈阔论 你还得拿这个本 还得去记笔记 你说这个李克强是一个什么心思啊 不仅如此 然后你说点什么呢 他还得指点你说你这说的不对啊 对吧 我一个大学生说了一段话 然后一个小学生 你说的这不对啊 这个微积分不能这么搞 对不对 这倒数是这么回事 哎呀 我一听 算了 你就心里说会是有什么感觉吧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李克强 他内心的一种心理 就是有文化的人嘛 知识分子 他多少他有点这种高傲的心理 对吧 然后再比如说两个人 你和你朋友出去了 你这朋友吧 老是做一些很愚蠢的事 对不对 然后人就说了 说你这朋友怎么这样的事的 对不对 你怎么跟他交朋友 然后你会怎么反应 你会说 哎 不好意思 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我们不是一起的 你是不是会产生这样一种心理啊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看到现在李克强 他的那样一种心态吧 他其实心里面就是 很 很看不上这个习近平 就是从这个文化人的角度是这样 当然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吧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 他觉得习近平做的很多事情 他是不赞同 他想跟习近平切割 切割以后呢 比如一旦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以后呢 到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就说 你看我当时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我跟这个 习近平不是站在一起的 你们这个仗找他去算 你别找我算 这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原因呢 就是他表达不满吧 因为很多很多事情了 比如像去年这个就是刘鹤嘛 在公开场合就表现出对这个 呃 李克强的这种无视 这个事情以前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也不多说 所以说呢 这些事情吧 林林总总的就参加在一起吧 就是 李克强他就总想要在一些场合呢 要表达出自己的这种不同的想法 还有不同的这种做法 但是呢 他也不敢太 就是做的那个过格 比如说他去这公司 你看人家是中德盒子 对吧 虽然有个德 但这边还有中 对不对 你说出来啥 然后呢 人家也没有说直接去什么 这个耐克或阿迪达斯的卖场 或者是什么HM卖场 人家没去 人家就去化工厂 这化工厂呢 只不过是 给他们提供原料而已 那你也不能太过度的去解读 对吧 然后那个 李克强开会说了 人不说这个中国的失业情况很严重 人不说 人说什么呢 我们现在灵活就业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两亿多人 是不是 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听 对吧 你看一夜之间 就十万多人就业了摆地摊 你看这话说的多有正能量 是不是 一碗大碗茶 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你看 这说的 你看 但是他这个话背后吧 他就让人能够马上的去体会到 中国经济现在是多么的严重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他李克强就是 很不满 然后呢 很看不起习近平的很多做法 但是呢 他还得用一些很委婉的 能够保全自己的方法来展现吧 这就是我看到的这个情况 这也是 中国社会的一种悲哀吧 行 今天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